加拿大卫生署宣布批准12岁到15岁的孩童施打辉瑞疫苗 成为全球第一个为青少年群体亮疫苗绿灯的国家 美国方面则是决定支持全球放弃对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 另外有研究显示 辉瑞疫苗所能发挥的保护作用高达95% 来看一组和疫苗相关的消息 辉瑞疫苗迄今最大的真实世界研究证实 已经施打两剂辉瑞新冠疫苗的以色列人 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减少95% 但是如果只是施打一剂 保护作用明显下降 在今年4月初 已经有将近500万以色列人已经接种两剂的辉瑞疫苗 占了总人口的七成 是全球接种比例最高的国家 根据柳叶刀医学杂志的报道 辉瑞疫苗对有症状感染病例减少95.3% 在施打第二剂疫苗一个星期后的死亡率减少96.7% 这一研究结果坚定了世界各国推广疫苗注射的信心 加拿大卫生署官员星期三表示 将批准对12岁以上的孩童施打美国辉瑞疫苗 是全球首个批准对此年龄层孩童接种辉瑞疫苗的国家 这项措施就像是隧道尽头的曙光 加拿大迄今通报1249,950起确诊病例 约20%感染者是19岁以下的民众 全国累计24396起死亡病例 美国拜登政府当地时间星期三表示 美国将放弃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 引起美国制药商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辩论和大力反击 但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指出 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 新冠疫情的特殊情况要求采取特殊措施 美国政府坚决相信知识产权保护 但是为了结束疫情 支持放弃对新冠疫苗的那些知识产权保护